各位三字社,华元金十字评的第十字,经文讲到第九页,第九页的第五行,这是第十法文帝的经文当中啊,正说分两段,有长文有重宗,长文当中有帝行帝国, 现在讲的是第行,第二段,住心,入住出三心,这讲住心,住心有四段文,第一的三脉,这个到上次讲过了,现在接下去第二啊,受智慧,说明第十地菩萨,受灌顶的智慧, 经文在第十,第九,第九页的第五行,上次讲到,其最后三脉,明受一切至圣之威,上次讲到这里为止,就是住心第一段的 这三脉的三脉的经文啊,到了最后就说,第十地菩萨,到了最后,正到叫做一切至圣之威的三脉,一切至是佛国的智慧,这个智慧是最熟生的,所以叫做圣之, 直地十地,直地十地灌顶的时候,直地十地灌顶的时候,受的智慧,就是可以继承佛的阶威啊,进一步就是等觉,一身补出,等住后补佛出啊,将来成佛, 所以叫做一切至圣之威,这个三脉得到之后啊,就记下去,说明他的受之经过情况,受之威的经文很长,这一类的文字啊,只能顺住经文做简单小文解释, 啊,不可能细讲,所以谁念谁,简单说明,这个受之威的经文一开头就说,此三脉现在前十,由大宝莲花,忽然出现,说地十地菩萨,得到这个一切至圣之威的三脉的时候, 此三脉就是指这个一切至圣之威三脉,这个定功,三脉就是丁啊,这个禅定功夫成就现在前的时候,现在前就是清正道,第十地菩萨亲自正道,这个一切至圣之威的三脉,所以三脉现前,这个时候啊,会有一个很大的莲花, 是重宝所成的莲花,不是普通一般水池里长起来的,草叶子的莲花,而这个莲花是重宝所成的,所以叫做大宝莲花,大,显示这个莲花自为广大,有多大, 下面经文有说到,这个莲花是重宝所成的,所以叫做宝莲花,这个莲花是一种莲花座,是作为佛菩萨座的, 啊,由这个大宝莲花,由这个大宝莲花,忽然之间出现,忽然出生,生,现,出现的意思,显现出来,这个大宝莲花突然之间出现在,实地菩萨的面前, 其花广大,花,花就是花了,啊,这个说了不晓得多少次了,佛经里面的花,啊,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花字,在佛经里面的花就是花,莲花,这个花字为广大,广,总,横,都非常的大,啊,叫做广大, 究竟有多大啊,亮灯百万三千大千世界,这个不是我们凡青所能想象的了,啊, 这个莲花大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,就是进这个整个娑婆世界就变成一朵莲花,一个莲花宝座, 嗯,这个大莲花,不要去想它了,啊,想自己不晓得在哪里都不知道了,我们都在这个莲花里面的,啊,这个大莲花,一众妙宝,尖错,爽年,说明这个莲花是众宝所成的,尖,尖歌,错,交错, 不是错,不是错,啊,这个字啊,念错,错,不是错,啊,错物跟错,音不同啊,尖错,啊,错,就交错,交错,啊, 啊,比如说颜色,这边白的,这边,啊,绿的,那边红的,那边紫的,这个,啊,彼此互相见错,啊,叫做一众妙宝,很微妙的宝物啊,金银七宝等等的宝物,互相见错, 比如说金跟银,啊,银跟琉璃,琉璃跟玻璃,互相见错,这样子庄严起来的,装饰,装饰,严是严厉,超过一切世间境界,这个莲花,世间不可能有的,因为它的大就已经大了三千大千世间,啊,所以一切世间当中,无论七世间,啊,这个,有情世间, 都不会有,这是自证觉世间的境界,出世间甚至,自证觉世间的境界,啊, 稍微不可思议写的境界,啊,出世上干至少生起, 说明这个莲花,怎么样会生起来,因为菩萨过去多生多皆,啊, 最起码三大无数皆来,都是修这个出世间的上干, 超出三界世间的上干,就是断烦恼,超出三界,啊,到了十地啊, 无名也已经快断尽,剩下这两分的无名了,快要断尽这个无名, 所以这个上干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,从这些出世间的不可思议的唯妙善根当中啊, 生出来的大莲花,啊,而这个莲花, 不是普通的莲花啊,所以他有种种的唯妙的情况出现, 自诸法如幻性, 众行所成, 十地菩萨,他知道一切法, 如幻如化, 没有实在的体性可断, 性, 指诸法的实性, 诸法的实性是什么? 空, 空为诸法的实性, 所以这个性就是指无性, 啊, 这个诸法没有实性可得的当地去空的这个境界, 如幻如幻, 你看是有吗? 这是变化的, 没有实性, 所以, 如幻, 一切法都是如此, 如幻如幻, 没有实性, 那么, 既然是如幻幻, 无实性, 怎么会有啊? 众行所成, 行是修行, 菩萨历皆修行啊, 修众的六度万性的功德所成就的, 所以这个莲花妙用无边, 横放光明, 横长, 时时刻刻, 它都会放光, 啊, 而这个光明啊, 普照法界, 啊, 空间, 东西南北四围上下, 无处不照道, 啊, 非诸天处之所能有, 而这个光明啊, 超过诸天的光明, 超过世间一切的光明, 而且也超过九地以下的菩萨的光明, 啊, 所以这个光明不是诸天所有, 不是任何地方所有, 所以叫做非诸天处之所能有, 毕流离摩尼宝为金, 它这个莲花呀, 莲花, 下面有个金, 啊, 这个莲花座, 这个东西, 啊, 莲花座下面有个金, 啊, 这个东西, 这个, 成作莲花的这个东西, 啊, 是什么东西所成的, 摩尼宝, 而这个摩尼啊, 摩尼就是如意, 如意宝中, 如意宝不是普通如意宝, 而是琉璃的摩尼宝, 琉璃所成的, 比琉璃就是琉璃, 啊, 不远山, 嗯, 是青色宝, 这个宝所出现的摩尼宝中, 用这个东西, 来做莲花, 做一下的金, 啊, 沾潭王为台, 莲花上面的这个台, 做的这个平淡的那个地方, 用什么, 用沾潭成香, 沾潭成香的香王最出身的, 来做这个宝台, 啊, 玛瑙为须, 莲花的周围啊, 有细细的像, 啊, 这个比香还要小的那个细细的根, 好像那个融兽根的那种叫做锡, 啊, 好像长得扶须一样, 嗯, 那也是宝成宝的, 是什么宝, 用玛瑙, 玛瑙是其宝之一, 成就这个莲花的须, 言火谈经为叶, 莲花有叶子啊, 莲花周围有叶子, 那个莲花叶就是发瓣, 嗯, 发瓣是言火谈经, 经所成的, 银符叫做圣经, 啊, 最熟盛的, 而且有香味像沾潭, 那种的经, 来做这个莲花的叶子, 其花常有无量光明, 整个莲花座, 经常出现无量无边的光明, 中宝为账, 原花宝座里面啊, 包含很多很多中宝, 含藏在里面, 不但是外, 外外外是宝, 里面也是宝, 通通都是宝, 中宝含藏在里面, 所以叫做中宝为账, 宝啊, 弥符, 上面还有中宝所成的王啊, 很细, 很柔, 很柔顺的这个王, 盖在莲花宝座的上面, 盖的满满的, 叫做弥符, 十三千大千世界, 维尘素莲花, 一位建树, 这是实地菩萨的主的莲花, 而周围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, 把它谋成围成, 一个围成算一朵莲花, 这么多的莲花围绕在这个大莲花的周围, 做这个莲花的建树, 这些比较小一点的莲花, 围在周围, 做什么呀, 建树菩萨要做的, 下文就有说到, 而是菩萨做之法作, 身相大小, 正相秤口, 你想想这个菩萨有多大啊, 莲花是三千大千世界, 那么大的莲花, 而这个实地菩萨坐在莲花上, 刚刚好, 多啊好, 没修大, 没修秀, 刚刚好, 那你可以想想, 那个实地菩萨究竟有多高多大, 不晓得怎么摆啊, 所以这些境界不是我们凡情所能知道, 不要去想它, 想起来头很大, 那么这个莲花宝座啊, 它既然那么大, 而菩萨大小正相秤口, 秤, 念作秤, 刚刚好了, 秤口, 刚刚好, 嗯, 就是它的身体坐下去, 坐在莲花座上, 多啊好, 微修多啊微修修, 嗯, 无量菩萨一位建树, 有很多很多它的建树菩萨, 它所度化的建树菩萨, 就是九地以下, 嗯, 那些菩萨很多啊, 就是周围在这个十三千大千世界, 微生树的莲花宝座上, 坐在哪里, 嗯, 故作其一莲花之上, 周大围绕, 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十三千大千世界, 微生树的莲花围在周围, 嗯, 而这些建树菩萨就坐在那个法座上, 嗯, 围在这个十地菩萨的周围, 围绕在身边, 一一各的百万三脉, 像大菩萨一心咱娘, 这是说明建树菩萨, 的殊胜功的, 他们都已经得到一百万的三脉, 啊, 这个定功有一百万那么殊胜那么多, 前面都一一说过这些三脉名词, 啊, 那么这个建树菩萨呀, 朝向大菩萨, 大菩萨就是十地, 法院地菩萨, 啊, 他向着这个法院地菩萨, 专一其心, 瞻娘这个十地菩萨, 啊, 显示这个十地菩萨的尊贵殊胜庄严, 我指, 此大菩萨, 并其建树, 作华作实, 所有光明, 其眼因, 普及充满十方法界, 这说明, 呃, 当时那些大菩萨, 围在, 呃, 十地菩萨的周围, 呃, 同时都会放光, 佛子, 是金刚让菩萨讲到这里, 呃, 对听众们称一声佛子, 让大家注意一下, 这位大菩萨就是指的十地菩萨, 呃, 第十地, 法院地菩萨, 并其他周围围绕的建树菩萨, 坐在法座上, 刚刚坐下来的时候, 所有的法座, 菩萨身上, 同时都放出光明来, 呃, 而且这个光明里面呢, 会, 呃, 现出一种声音, 眼音, 急于眼音, 急事并急呢, 那不但是放光, 也会出声音, 呃, 而这个声音就是说法的声音, 呃, 微妙的法音, 普及充满十方法界, 这些光明跟啊法音, 同时普遍充满在十方法界当中, 呃, 一切世界, 显示震动, 就在放光, 出音的时候, 所有世界同时就震动起来, 大地震动啊, 显示这个, 呃, 第十地, 法院地菩萨将要受制的情况, 这个大地一动的时候, 有什么表现啊, 阿去休息, 国土眼睛, 阿去, 三阿道, 第一, 阿鬼, 出声, 有的时候说四阿去, 二十五有就说四阿去, 如果说四阿去, 就是还有一个欧修罗, 啊, 欧修罗有的时候就编到恶趣里面去, 如果说六道, 他就在善道里面, 啊, 这个时候大地一震动啊, 所有恶道众生的苦恼同时都停止了, 不会受苦, 大家都得到安乐, 啊, 而这个国家大地通通庄严清净, 不会像现在这么脏乱, 啊, 希望这个世界赶快有一尊十地菩萨出现, 让这些我们这个不干净的情况, 整个把它扫得干干净净, 啊, 现在这个空气污染, 大地的污染, 乱七八糟的东西多得很, 啊, 已经是拢得, 不但是无焉瘴气了, 瘴气无焉, 啊, 希望有这个十地菩萨出现的时候, 大地同时变成清净了, 多好啊, 同行菩萨, 谜不来及, 跟他同样修菩萨道的菩萨, 没有不来去及的, 谜, 我们讲图法就是没有啊, 啊, 谜不来及就是没有不来去及的, 啊, 所有的菩萨通通, 去及在这个地师法人地菩萨要受制的这个地方来, 人天隐约啊, 同时发生, 人间天上的所有的乐器, 不用人去照乐, 那个时候中国提名啊, 啊, 所有的乐器, 不用人招, 自然而然, 他就会出很微妙的声音来, 所以同时发发出声音来, 所有众生, 细得安乐, 实地菩萨这个境界一出现, 一致众生都得到安乐呀, 以不思议供养之具, 供养, 供一切佛, 啊, 没有办法用心习啊, 没有办法用延迟表现的这个供养的东西, 啊, 具, 就是指这个供养的供品啊, 啊, 很多很多的独物出现来供养十方一些诸佛, 啊, 诸佛仲会世界显现, 十方世界已经成佛的佛, 统统显现在这个实地菩萨的面前, 啊, 接受, 呃, 这个第实地菩萨的供养, 佛子, 此菩萨, 作弊大莲花作时, 以两足下放百万欧生气光明, 普照十方诸大地狱, 灭众生苦, 实地菩萨这个住在法座上啊, 就放光了, 放光就使众生利苦啊, 最先使地狱到众生利苦, 地狱最苦的了, 所以金刚藏菩萨对当时听众们说佛子啊, 此地实地法人地菩萨刚刚坐上笔大莲花宝座的时候, 同时, 他的身体上就一道一套一套的光明啊, 放出来, 最先放出光明的是从两足下, 足就是脚了, 足下就是卡地啊, 脚底啊, 卡地啊, 这个大菩萨从他两个脚的脚底先放光, 这个光明照到哪里啊, 这个脚底下放出百万五千七就是无数这么多的光明啊, 普遍照耀到十方世界所有地狱到众生的地方, 这个光专照地狱, 照地狱做什么呀? 灭地狱到众生的苦恼, 灭众生苦, 众生指地狱到众生, 地狱到里面的众生啊, 所有的苦恼啊, 给这菩萨的足下光明一照, 所有苦恼通通消除, 得到安乐, 所以地狱众生最苦, 先从足下放光照地狱到众生, 使他利苦, 于两系轮放百万欧生去光明, 普照使放诸出生去, 灭众生苦, 其次就是使这个出生到众生, 牛马猪羊, 乃至小字, 马翼小虫, 这些出生到众生, 十地菩萨, 第十地法荣地菩萨, 从两个膝盖, 膝, 卡陶物, 卡陶物, 脚膝, 两个膝盖, 为什么叫做伦呢? 这是圆的, 圆的, 你的膝盖是方的还是圆的? 摸摸看, 膝盖是圆的, 如果是方的就搬不动了, 他因为能去能生啊, 他是大丈夫, 能去能生, 所以两个膝盖是圆的, 所以叫做西伦, 从这个两个膝盖里放出光明来, 也是百万欧生去, 欧生去就是无数, 放出无数光明, 他找到哪里啊? 福教十方世界所有出生到的众生, 牛啊, 马啊, 猪啊, 羊啊, 乃至马蚁啊, 小虫啊, 通通都得到他的光明所照, 啊, 这个就是出生到去, 就是由造欧业去向到出生到, 啊, 这些受到菩萨的光明一照啊, 他出生到的众生, 所有的苦恼同时消灭了, 啊, 肚子饿的不会饿了, 啊, 身体痒的不会痒了, 虫子不会咬他了, 都平安, 得到安乐起来, 这是两世纪的光明, 啊, 使出生到众生利弗得了, 于麒麟中放百万二神奇光明, 福教十方严罗王界, 灭众生苦, 这是灭鬼道众生苦, 麒麟多宰啊, 多宰, 人都有麒吧, 就是肚子, 那个麒, 啊, 麒也是圆的啦, 啊, 所以叫做麒麟, 在麒麟中放出百万五神奇的光明, 普教十方的严罗王界, 严罗王所领导的就是鬼道, 啊, 鬼道这一界的众生, 也是非常痛苦的, 使他所有鬼道众生, 尤其恶鬼, 啊, 三十六部, 横火杀术的恶鬼, 给这个光明一照啊, 所有苦恼都得消除了, 灭众生苦, 灭除鬼道众生的苦恼, 严罗王爷跟着消除苦恼, 严罗王爷是苦的啊, 不要以为他很享受啊, 他也有苦恼, 啊, 从左右邪放百万五神奇光明, 普教十方一切人去灭众生苦, 呃, 那这是度人道众生, 我们啦, 我们, 啊, 我们这些人道众生, 呃, 法人帝菩萨, 他从哪里放光啊, 从左右邪, 鬼然卡, 鬼然卡, 左右邪, 啊, 这左右邪很有用啊, 放光就是照人啊, 啊, 所以释迦牟尼佛从右邪降神, 表示他是从人道中来, 所以这个左右邪放出光明来, 照我们人道众生, 光明一样是百万五神奇那么多, 普照十方世界人道众生, 啊, 由照五界的功德去向人道, 所以叫做人去, 就是人道, 使人道众生灭众生苦, 灭人道众生之苦, 人有什么苦啊, 人苦很多啊, 家家有一本难念之经, 那个经就是苦经, 家家有一本念不出来的苦经, 您也有, 我也有, 啊, 还有三苦, 八苦无量诸苦, 算不出那么多苦, 啊, 经里面说到最多一百一十苦, 无量诸苦, 人道众生的苦, 这个法人帝菩萨从左右邪放出光明照人道, 使这些三苦五苦, 八苦五, 一百一十苦, 无量诸苦, 统统消除, 啊, 这是使人道众生得到, 啊, 这个利苦的乐, 从两手中放百万欧生气光明普照十方, 一切诸天及恶修罗所有宫殿, 这里没有说灭苦啊, 天上是享乐的, 现在把恶修罗也把它排到天上, 是一种善心的恶修罗, 都是享乐的, 恶心恶修罗就排到鬼道里面去, 这善心恶修罗能做复法的, 他就不说他有什么苦了, 因为天人都是在享乐, 恶修罗同时沾光, 实际上恶修罗也是有苦的, 这个两手就是两个手掌, 啊, 从手掌放出光明来, 照天上的天人, 跟善心恶修罗所有的宫殿, 只照他的宫殿, 不是照人啊, 照到他的宫殿, 宫殿更庄严, 他就更享受, 从两肩上放百万欧生气光明, 普照一切生闻, 这个没有苦的, 他已经, 啊, 最起码正出国, 也断见货八十八十, 如果是欧罗汉, 已经见识货全断, 所以从这个菩萨的两个肩膀, 啊, 肩上, 两个肩膀放出光明来, 而一样是百万欧生气, 普照十方所有正道, 生闻果地的, 或者是正在修生闻法的七方片, 啊, 呃, 三支亮四家形, 还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, 到欧罗汉, 这些生闻人, 菩萨的光明一照, 使他得到回小向大, 去向佛道, 从其向背, 放百万欧生气光明, 普照十方彼之佛身, 彼之佛身, 就是照这个圆觉, 啊, 从其向背, 向, 这个地方, 我没有讲的, 啊, 颈啊, 颈背, 啊, 这个脖子的后边, 就向背, 脖子的后边, 啊, 就是这个睡觉枕头的这个地方, 这个向背, 啊, 这个地方放光, 菩萨从这个地方放光, 也是百万欧生气, 这个光明照彼之佛, 哎, 为什么用背上, 向背放光照彼之佛呀, 表示背成和觉, 众生一样背觉合成, 现在正到彼之佛国, 他是背成和觉, 啊, 一大觉相应, 正彼之佛国, 所以照彼之佛的身, 啊, 从其灭门, 放百万欧生气光明, 普照此方, 出此, 出此发心, 乃至九弟诸菩萨生, 灭门, 脸啊, 整个脸, 啊, 整个脸放出光明来, 啊, 人的面就像门, 就像门, 凡是到人家的家庭, 第一就是先到他的大门口, 人一见就是看到, 面, 看到面, 所以面就好像门, 所以叫做面门, 从面, 啊, 这个菩萨的脸上放光, 也是百万欧生气, 菩萨十方, 初开始发心的菩萨, 刚刚发心的, 大家都被照了, 你们大家都发心了, 哦, 菩萨的光明都照到, 乃至略调, 信住形象, 出地到九地, 啊, 这些菩萨, 他的身体, 通通都蒙, 这个菩萨的光明所照, 啊, 那么接下去, 从两眉间放光的, 这个文字啊, 差不多了, 这类文字, 只能这样, 边念, 边消闻, 啊, 那么看出这个文字, 文字不深, 啊, 内容大概, 他所说的道理也不难懂, 啊, 那么用这种消闻的方式啊, 一段一段把它说明, 啊, 那么这一节课, 呃, 讲十地,